我们来看这条题 那这条题呢 给的是一个全相连的catch系统 并且该catch有8个快组成 那么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CPU将要浏览的这个组存地址 分别是14、18、14、18等等 那这条题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组存地址 其实不应该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组存地址 应该是组存快号 那这样的话这条题才可以做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catch是有8个快构成 但是他没有讲每个快分别是多大 所以给出的这个序号只能是组存快号 这条题才有办法做 不然这条题就做不了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理解成组存快号 不是组存T值 是组存快号 所以说每次访问完之后catch的分配情况 那catch刚开始的时候它是空的 然后该catch有8个快 然后由于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全相连的catch 所以我们就 不用关心 映射的问题 就是说它是 快号是某个快号 那需要映射到某个快 不用 就是说只要catch是空前的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放东西 首先呢 访问14 快号14的catch 就是catch行 然后呢 它不在我们的catch里面 所以我们将 快号为14的 这个组存快 送到我们的catch 然后呢 依次 18也不在 同样送进去 然后14 18 这两个时候就在 访问8 访问4 访问10 然后都是依次将它送进我们这个组存里面 由于catch有8个快 然后远远还没有达到8个快的上限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置换的问题 而是直接将它送进catch里面 那第2问 当catch的容量变成4个之后 我来吧 我们来看这道题 意思访问 6 15 13 还有11 在访问这4个的时候呢 都产生缺快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分别将它掉入 然后在访问10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我的catch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先进先出替换算法 我们要找到一个 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6 15 13 11 这4个里面 找到最先进度catch的 我们发现哪一个呢 是6号 所以我们将6号换出 将10号 换进去 同理 我们在访问8的时候 我们还 在这个 10 15 13 11 这4个块里面 找到最先进入我们组存的 应该是哪个块呢 应该是15号块 所以我们将它换成我们的8号块 还有 在访问7的时候 在18 13 11 这4个块里面 找到最先进入组存的 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我们的13 然后将它换成我们的7即可 这道题讲解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